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凭一己之力 走出国门完胜一个团 没必要总被频繁针对 首先呢 纵观这几年的内鱼爱斗中 真正拥有实力跟颜值于一身 更艰巨人气的 恐怕只有王一博了吧 这是毫无争议性的问题 哪怕王一博在内鱼中 总是被人各种的针对 但是他在国外的口碑跟人气 都是超高的 街舞的实力跟舞台的表现力 作品的出圈输出 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还有就是他的时尚表现力 都成为了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标志性代表 很多人都在对标韩瑜 可是王一博呢 凭实力拉回了一大片追韩瑜的女生 凭实力把不追星的人一锅端了 凭实力让众多女明星公开说喜欢她跳舞 这就是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王一博 也是极颜值与实力并存于一身的宝藏男孩王一博 最近呢 王一博的出圈的是 更是凭一己之力 让时尚撞山的韩瑜明星都尴尬了 撞山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能够穿出时尚 穿出个人风格吗 王一博在国内总是被各种的针对 但是在外 国人却又统一口径的赞不绝口 他是化人之光 抗打的实力背出 朝酷的时尚表现力 各种的美誉堆叠于一人之身 总之呢 对于王一博而言 这种红黑体质的存在 都只能说明一点 他足够具有人气跟实力 天不及庸才 穆强自古在我们中国人的骨血中 都有存在 更多的是奋发图强的一种文化精神 王一博的颜值 总会人拿来各种的对标 都在各种的对比中 为了夸赞自己的各个颜值出众 拉上王一博一顿鼠罗 提升了自家哥哥的水准 可是在国外呢 你家哥哥是谁呢 在众多外国人眼中 你家哥哥的颜值跟实力 能否胜任呢 还是那句话 不要在窝里横了 请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为何我们会说 王一博是当下内愚中 唯一可以在国外对标 其他国家艺人的存在 你以为人家只是一个 单纯的街舞舞者吗 你以为他就是个有部作品出圈的流量明星吗 你以为他就是时尚杂志喜欢的明星 你以为高奢 Snell为何选定了他 在英雄联盟S11全球总决赛中 王一博是第一位合作唱主题曲 并在比赛中有表演舞台的中国艺人 王一博也是最近几年登上油管热榜的最多的中国艺人 更是中国国外媒体报道中中国区的门面担当 同时呢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更是推荐到了全球 在高盛报告投资中 安踏出圈的助力中 王一博的赫然在列 同时呢 他还是巴伦周刊中 投资优质股高达32%的人 堪称王一博现象的存在 他更是我和我的时代二中 娱乐圈中唯一一位华人代表 新华社认定的Z世代年轻人的代表 王一博的优秀 不单纯是凭借实力出圈 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了中国复兴之路的时代性 我们在娱乐文化充斥下的环境下 需要这样的引领者 有些人的存在 更具有价值性跟使命感 请不要去针对一个给我们自信力的年轻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